大家好 今天是6月11日 星期二 因為今天星期二是每個州的第一天的播度 有關於近幾段時間的資金流向和成交金額 大家看到在最近兩天左右 成交金額都是上升的 大色成交金額上升 北水方面的資金都是有點不屈不屈 北水的資金很明顯是少了 可能是由於假期的關係影響到 大市的成交是多了 可能有些人是出貨 大市資金流方面又是這樣的 再其次 現在慢慢看到這條線 啤色這條線 或者紅色這條線是正在上升的 代表顯示一直都有北水進來支撐的市 然後比較活躍的 流入股票又是中移動 燕礦 中國銀行 神華 和宏橋 這是中資股方面的 流出 公行等等 將其次 Waligo 人士cc 因為今宏橋 市場預期 boots 而美國減息無望 所以变大了 % 升 普總共就legon kicked up 直接看看 這條線是 Brexit 首先效果的 流出 會�osing receipt 整則不會升跌 我的跌了 甚至這個跌的東西 可能會損 daredTar 那麼媒體軟件 就會有一點點升 再說到 媒體方面升得最多 因為有些是比較支撐 其他人是很小的 然後在軟件服務方面 都是很小的支撐 其他人是基金 基金無聲跌 再其次就是資訊科技 而是水星的速騰 變得比較多 不知道為何會升了這麼多 當然是有原因 要另外再計算 再查找 中標珠寶之後 你看到都是很小的夜流星 對大市的幫助不太大 板塊方面很簡單 一片綠 除了美團今天是有升幅 美團升幅是因為 之前的業績公佈之後 是跌了下來 現在可能有些人又要倒閉一點點 就出現這樣 那麼大市方面那個是 現在我會看到 一直都說你升不破這個上面 保利加通道中族呢 就可能需要下視 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那麼這個可能要下視 大約是170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因為底部是17793 大約178左右 再不好的可能需要下視 到172左右這個水平 172水平是甚麼呢 就是之前很多的頂頂 升不破 現在升不破 那麼現在 就變回下來試這裏 那麼如果連這個也跌破 那就噢噢 不好漲了 所以呢 是不是178至172之間 是需要大家好認真留意 好了 那麼看看今天有甚麼股票 可以想一想呢 說今天要找個股票 也十分困難 其中有就是 尤其是看看尾圖